贺锦丽是谁 在贺锦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前 她是第一位具有非裔跟亚裔协同的女性副总统 也是第一位具有南亚协同的参议员 跟加州第一位女性的州检察长 在总统大员期间 贺锦丽的少数族裔协同 还有以前担任检察官的事迹 都被拿出来放大检视 这些被认为比川普更吃香的身份 能够让贺锦丽更容易打败川普 成为第一位美国女总统吗 这一集让我们来了解了贺锦丽过去的经历 是怎么影响她的人生 如果喜欢我们的人物故事 欢迎你现在就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年刚满60岁的贺锦丽 1964年出生在美国的加州 在贺锦丽出生的1960年代 正是美国黑人大规模透过非暴力示威 来抗议种族隔离制度 争取权利的民权运动时期 贺锦丽的爸爸来自亚买家 妈妈来自印度 这两位远渡重阳来到美国念书的异乡人 就是在民权运动里面认识并结婚 生下了贺锦丽跟妹妹 在贺锦丽的记忆里面 爸妈从小就会推着婴儿车 带着她去参加各个民权游行 在爸妈的影响之下 家里谈论的话题常常跟社会正义有关 这也让贺锦丽继承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在爸妈旅婚之后 贺锦丽的妈妈对她的成长 就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贺锦丽的妈妈因为性别跟种族 在当时的美国 常受到比现在更严重的歧视 但是她教导贺锦丽 永远不要让别人摆布自己 贺锦丽的妈妈也教育贺锦丽跟妹妹 要接受并欣赏自己的南亚协同 这也让从小在黑人社群里成长的贺锦丽 可以自然的拥抱自己不同种族的身份 将自己定义为美国人 而不只是黑人或印度人 但是贺锦丽从妈妈身上得到的最大提醒 是这样的一段话 很多事情你可能是第一人 但记得要确保你不是最后一人 这段话也成为贺锦丽的座右铭 伴随着她成为第一位当选地方检察官的黑人女性 加州第一位担任州检察长的女性 以及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贺锦丽的从政生涯是从担任检察官开始 但是她这段时间的成就为什么充满争议呢 贺锦丽的检察官生涯从1990年持续到2017年 在这段期间 她一路从一般检察官当到旧金山的地方检察官 再当到加州的州检察长 不过在贺锦丽这段长达27年的检察官生涯里 评价却很两极 在贺锦丽当上旧金山的地方检察官之前 加州的严重犯罪的平均定罪率是83% 旧金山的却只有52% 所以贺锦丽上任之后 加倍积极的处理犯罪案件 让旧金山的定罪率从52%提升到67% 但是贺锦丽不是只有努力把人送进监狱 她也推出了迷途知返计划 这个计划是让第一次犯罪的非暴力犯罪者 可以有完成高中学业 职业培训或者是其他工作的机会 让他们不会只有入狱一条路 甚至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 贺锦丽另一个受到好评的计划 是她提倡建立的开放司法网站 这个网站提供开放的刑事司法数据 让大众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有多少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被杀或袭击 以及有多少人在拘留期间死亡或受伤 希望透过这些数据 可以改善对警察的问责制度 让警察暴力的问题能够得到处理 从这些例子来看 贺锦丽似乎是跟人民站在同一边 不只想办法打击犯罪 也有下功夫预防犯罪 而且针对很多人关注的警察执法过当问题 也有想办法改善 可是贺锦丽的其他表现 又会让人对她的立场打个问号 举例来说 加州在2014跟2015年 分别发生过警察枪杀黑人男子的事件 但是当许多声音要求贺锦丽 以加州州检察长的身份 重新独立调查这些案件的时候 贺锦丽拒绝了 理由是除非地方检察官有明显的缺失 否则她不会干预案件 但是这样的立场 也让有些人认为 她在解决警察暴力这方面 做的还不够多 尤其是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争运动 席卷全美国之后 贺锦丽的这项记录 就遭到更多的批评 另一件让贺锦丽引发争议的事件 还有对加州47号提案的立场 这项提案通过的背景 是因为加州在1990年代 通过了非常严格的三证法案 如果有人犯下两次加州刑法定义的严重或暴力犯罪 接下来不管第三次犯的是多小的罪 都会被判无期服刑 这也让加州监狱一直有人满为患的问题 但是后来官方资料也显示 三证法案有很多问题 像是有一半以上的囚犯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而服刑 没有办法达到改善公共安全的目的 所以后来加州又陆续通过不同的法案 想改变三证法案带来的影响 而其中一项就是47号提案 47号提案的内容是 如果涉及的金额不超过950美元 那么有6项罪名的处罚 会从重罪降为轻罪 这些罪名包括路定刑窃 接收被盗财产 慰造诈欺开空投支票 还有非法药物的个人使用 诶 等一下 所以只要不要超过950美元 去偷东西 也不会被罚太重吗 没错 提案通过之后 入店刑窃顶多罚不到1000美元 所以加州的入店刑窃 当然就变得更普遍 带来了被称为 零元购的社会暖上 贺锦丽在47号提案上 被批评的地方 则是她在公投的投票指南上 只有告诉选民 提案可以节省很多的预证支出 这些省下来的钱 可以再拿来资助学校 还有帮助犯罪受害者等等 但是却没有告知 降低犯罪标准之后 可能会造成的负面结果 当然 贺锦丽的检察官生涯当中 还处理了很多议题 但是大众对贺锦丽的看法 就跟她在处理警察暴力 跟47号提案上得到的回应一样 充满了两极化的评价 这让贺锦丽引以为傲的检察官生涯 似乎变成了她的双面刃 虽然贺锦丽的检察官生涯评价不一 但是当她2016年出马竞选参议员的时候 还是得到进军国会的足够支持 从检察官到参议员 工作内容当然不太一样 但是贺锦丽在检察官生涯里 磨练出来的强势提问风格 对她在参议院的表现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在几场直询川普政府官员的听证会里面 贺锦丽犀利的提问方式 让有观看直询的民众 都对贺锦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贺锦丽的野心不只有当参议员 2019年的时候 她就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虽然贺锦丽因为竞选资金不足 提前退出选举 但是后来拜登在各方的推荐之下 选择了拥有年轻、女性、移民二代等优势的贺锦丽 当作副首人选 让她在赢得选举之后 能够从参议员的身份更上一层楼 成为美国副总统 只不过在过去四年里 副总统的存在感其实并不高 诶 那个强势的贺锦丽去哪里了呢 在拜登跟贺锦丽上任才两个月的时候 从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的非法移民数量暴增 这时候拜登把解决这个政治危机的任务 委托给贺锦丽 希望她可以领导政府的外交工作 跟萨尔瓦多、瓜地马拉 跟宏都拉斯这三个中美洲国家合作 透过解决让民众离开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 来改善美国的非法移民难题 其实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已经困扰了政府几十年 很难马上解决根本问题 而且贺锦丽需要合作的国家领导人 也各自有状况 当时的宏都拉斯总统正因为协助贩毒 而接受调查中 萨尔瓦多的领导人 则是跟川普政府关系比较密切 而瓜地马拉当时的总统 则是常常迫害国内的反贪腐势力 也反对改革 因为有这些棘手的状况 让贺锦丽在移民问题上的失利点很有限 所以她先把重心放在增加 对这些国家的私人跟公共投资上面 希望透过创造就业机会 让人民可以安心的待在家里 不会因为生活不下去而冒险入境美国 那么在贺锦丽的努力之下 非法移民的问题有改善吗 如果单纯以非法移民的总数量来评估的话 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没有改善 中美洲的移民数量有下降 但是更关键的原因 可能是这些国家内政的改善 还有加强执法 跟贺锦丽没有直接关系 而且中美洲移民数量虽然下降 但因为国际冲突 还有欧洲越来越严厉的移民政策 等等的因素影响 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数量 也大幅上升 这样的结果 让民众对拜登政府处理边境问题的成绩 很不满意 川普等共和党阵营 更把贺锦丽称为边境沙皇 即使负责移民政策应该是国土安全部 川普还是认为贺锦丽要为非法移民负起最大责任 这样的标签也加深了民众对政府 对贺锦丽的负面观感 在2022年其中选举之后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席次在参议院不相上下 为了帮助政府跟共和党协商法案 让政策能够执行 贺锦丽也常常需要坐镇在华府 因此让她失去不少跟民众接触 建立个人形象的机会 这样有点隐形人的角色 随着贺锦丽跟拜登的竞选连任 本来可能会持续下去 但是拜登的临时退选 让贺锦丽有了挑战总统大会的机会 只是过去没有太多表现空间 也没有太高支持度的贺锦丽 现在要拿什么跟前总统川普对决呢 在今年8月底的时候 贺锦丽正式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贺锦丽强调了从担任检察官以来 她唯一的服务对象就是美国的人民 Kamala Harris for the people And to be clear And to be clear my entire career I've only had one client The people 虽然说要服务人民 可是过去在重大议题上面 贺锦丽却常常没有固定的立场 比如说当贺锦丽还在跟拜登争取2020总统提名资格的时候 她对非法移民的立场更偏向是接纳而不是驱逐他们 但是当她成为副总统之后 原本接纳移民的立场就变得跟政府一致 支持对边境加强控管 因此贺锦丽常被批评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明确的信念跟愿景 让人民常常搞不清楚她是为何而战 当贺锦丽临危受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 的确大大鼓舞了民主党的士气 也让川普阵营失去了拜登太老这个主要的攻击目标 但是要打败先前支持度更胜一筹的前总统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贺锦丽要怎么说服选民自己才是更好的总统人选呢 I took on perpetrators of all kinds 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ake 贺锦丽在选战出奇 却把她跟川普的竞选定调成前检察官跟重罪犯的对决 就算贺锦丽的检察官生涯得到了评价很两极 但是当她跟有案在身 而且背叛有罪的川普摆在一起 前检察官的身份似乎还是比较让人信赖的经历 当保障女性堕胎自主权的罗素韦德案被推翻之后 堕胎权的议题引起全国的讨论 对比川普曾经呼吁禁止堕胎的言论 贺锦丽以女性的身份明确发声支持堕胎权 不仅是她面对川普的一大家分 相对于拜登不愿公开谈论的态度 贺锦丽的立场也让人觉得她跟现任政府有所不同 当川普想要用种族性别等理由来攻击贺锦丽的时候 贺锦丽提醒选民回忆川普执政时期的混乱 并且很明确地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民主的捍卫者 也用我们不会回到过去的口号 要选民好好地想一想 是否要让川普再次进入白宫 特朗普是一个不真实的男人 特朗普是一个不真实的男人 但结果的结果 但结果的结果 把川普把川普回到白宫 都非常真实的 但美国 我们不会回到过去的 不过贺锦丽现任副总统的身份 也代表她摆脱不了拜登政府的政绩影响 在尾巴充足的议题上 贺锦丽的呼吁停火 表示不会对当地苦难保持沉默 或许能减少一些反弹 但是大众对贺锦丽非法移民问题处理不当的印象 还有过去四年美国经济不佳的现实 恐怕在整个选战期间 都还是川普阵营非常有力的攻击目标 贺锦丽最终是否能够说服选民相信 把票投给她是正确的选择 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还是未知数 国际大人物 我们下集见 贺锦丽跟川普的对决 到底会谁输谁赢呢 欢迎大家用子涵跟你说这个hashtag 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还有一系列美国大选相关的影片 欢迎点进上方的影片连结 或者是片尾推荐影片 来了解更多美国大选的妹杠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 也请分享影片订阅频道 也可以加入会员支持我们 最后要特别感谢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有你们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